清隆大哥 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极权国家 而且它现在有钱了 而且它的霸权也心事上是不断的扩大 所以这一回合一方面岸田遇袭 确实全世界非常高度戒备 另外G7正在日本开会 事实上也捍卫台海 对 我大概七八年前 曾经到东京去开会的时候 那么利用一个空档 大概在市区在走动 我记得那天大概是周末的时候 结果在黄居 就是日本天皇住的附近 就碰到了日本的东京都的市长候选人 还有他的国会议员的候选人 正在街头做演讲 我们在台湾当然选举活动也看了很多 但是看到日本的选举活动 你也会很好奇 我走靠近的时候 我发现我几乎可以很接近 这个候选人的身上的旁边 那所以呢我这两天包括从去年的这个安倍的遇刺 到这两天的岸田的事情 就让我回想到 那么当时啊 其实念头就有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这样子的街头的肥皂相似的演讲 在日本那么普遍 但是你如果真的有人啊 想要图谋不轨 还真的是到处都有空隙 有这个漏洞 那我就跟日本朋友就请教说 那么日本难道不担心这些问题吗 那么他跟我讲到说 在日本啊 大家知道啊 在以我们现在能够记得的当中啊 这个最恐怖的一个事情 就是麻原彰晃 当年大概2004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那那个时候呢 之后啊 有关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啊 在整个社会有引起很高的一个关注啊 但是呢 时间过了以后久了啊 也就大家就就就就没有特别谈 因为毕竟啊 他是一个内阁制的民主的国家 那么政党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总是希望跟选民展现他的亲民的一块 而且日本很好玩啊 日本因为他们很多的制度啊 向英国看齐啊 日本人啊 政要很喜欢展现 类似英国海德公园啊 这种肥皂相演讲呢 啊这种亲民发誓 你看我们看到台湾 做选举的时候 政党动员造势 几万人啊几千人 日本很少 他们都是很多的 都是一两百人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啊 那两百人啊 如果他是在室内啊 这个安全的管控还比较好处理啊 那你变成室外的话 相对来说啊 就会有很多的可能的这种漏洞 那么可是一方面我们又看到 日本这个社会 我们以前都讲 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 因为呢 他感觉很安全 很和平啊 也的确是承平日久啊 承平日久了以后啊 又加上是一个 这个开放的一个社会体系啊 那现在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大家第一个当然会想到说 太平凡啊 去年七月发生了 一个如日中天的 刚刚退休下来不久的 这个安倍首相被遇刺 而死掉了 才九个月的时间又来一次啊 虽然这一次呢是没有伤到现在的这个首相啊 但是的确也是显向还生了啊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马上就要召开了这个G7的这个领袖峰会啊 那么所以呢讲到这里啊 你不得不很严肃的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民主开放社会体系啊 要怎么防防防防止啊 这种极端的 不管是个人的 或者是团体的 出于一些 那么现在不是那么清楚的动机啊 所进行的这种行为 到底怎么办啊 那么呃 所以其实每一次啊 包括在欧美啊 你说开这个G20的会议的时候 抗议啊 群众啊 总是很多的啊 但是呢欧美国家似乎啊 他有自有一套 这个防范的一个策略啊 那我记得 这几年下来之后 大家慢慢归纳出来 就是说 现在啊 如果开国际的会议 要绝对安全 只能到中国去啊 像那个G202016年啊 第一次在杭州举行啊 他反正啊 可以动员人 把你全部都隔离掉啊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好 那你说 那如果那是中国的国情啊 但是现在有面临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就回到了一个很本质的问题 其实G7这几年啊 尤其这一两年啊 乌克兰战争了之后 他变成是一个西方团结的一个力量 我们刚也讲到说 这一次的会议很重要 因为他要针对乌克兰的这个之后的国际情势 要针对台海的和平的问题 还有一点呢 他要针对啊 有关反制中国对各国的经济胁迫的问题啊 提出一个方案出来 这里面台湾都是首当其冲啊 那么因此呢 我们不得不啊 进一步联想啊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想要试图袭击 这个这个这个 岸田的这一个凶手啊 他的动机是什么 但是呢 在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底下 来自于啊 如果有人要去破坏G7的会议的话 这都有可能是怎么样子的 他未必要用他本国的 本来的这个直接的力量 我直接的直白来讲 就是说 现在啊 中国在国际上啊 可以用非常多的手段 包括假讯息来挑拨你这个社会的 这种矛盾跟分裂 我们看到在美国的选举 在台湾 其实在日本也是一样 台湾中国的假讯息 可以挑起内部分裂 他根本不需要他直接做什么事情 他就让你内部去内耗 这当中啊 就很难避免会有若干极端的人 去做出了非常令人遗憾的 像去年的这样安倍的这个事情 好 所以呢 我们必须从这个地方 这个事情要来看到 当然啊 现在这个会议啊 我想并没有因为啊 这一次的这个这个事件而停顿 那我认为啊 还好 现在这个时候发生啊 那么可以让这个日本政府啊 从头的再检视啊 最近说因为 五月份的会议在广岛要举行啊 现在连JR的这个整条的铁路线 全部都要重新密集的安 这个这个做安检啊 我觉得这个只能更加的这个加强来防范 因为G7的会议过去召开都很重要 而今年的会议更重要 因为这刚好是这个节骨眼的这个啊 这个整个国际情势啊 面临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啊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期待 希望到五月之前 包括会议当中啊 不要再有任何意外发生 我们稍后回来 拜拜 拜拜 拜拜